拜登签署对华投资宪令 签订三行业 竟显经济胁迫与科技霸凌 损人不利己 扰乱产工链 这道史无前例的行政令 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损害 打击AI换脸欺诈 官部破案金80起 换脸换装屡屡彩线 防范被偷走的脸 人脸识别的使用边界 究竟该怎么划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 就在今晚 各位好 我是金嘉瑞 首先要进入的是焦点对话 在连续数月向媒体吹风之后 美国对华投资宪令 靴字落地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拜登签署行政命令 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三大领域限制对华新投资 行政令中写道 为了阻止来自美国的资本和专业技能 帮助开发所谓可能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 并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 授权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 审查美国实体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这三个关键领域的对华投资 违反这些规则的投资者可能会面临罚款 并被迫剥离其股份 该行政令还要求 媒体就其他科技领域的在华投资情况 向美国政府进行通报 不过这些限制只适用于私募股权风险投资 合资企业和绿地投资等直接投资形式 不包括被动式的证券投资 该行政令计划于2024年生效 在其生效之前也不具有追溯效力 那么针对拜登最新签署的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 今天中方多部门是接连发声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外交部发言人士指出 美方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 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投资 大搞犯安全化 犯政治化 其真实目的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力 维护一己霸权私利 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 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履行承诺 取消对华投资限制 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 商务部也在今天回应称 美方打着去风险的幌子 在投资领域搞脱钩断链 严重背离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决策 破坏国际经贸秩序 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中方对此表示 严重关切将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 那么这道限制令 是直接抑制了美国对华投资 对中国资本市场以及投资环境 究竟有哪些影响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财经分析师 黄岑栋的观点 从整体的禁止内容上来看的话 并没有超原先市场的预期 第一个是本次禁止的是直接投资 它不包含间接投资 其次从整体覆盖的一些行业上来看的话 包括人工智能也好 计算机也好 或者是半导体也好 很多的一些敏感的一些技术 其实已经是被美国来进行一个禁止了 已经是涵盖了 对于中国公司和机构的一些出口管制当中了 那如果说在考虑到总统选举年 那么这有可能会使得最后的一个落实时间 会再次进行一个延长 所以总体上来看的话 那我们觉得对于整体国内的资本市场的影响 应该说不会特别的大 那从对华的一个投资角度上来看的话 当前呢 整体美国的一个占比 可能已经是不足1.5%了 进一步出现一个下降的空间 可能已经是比较的有限 从中期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当前市场的一个逻辑啊 可能会逐渐的转向到国产替代 或者是说国产化 它的一个空间其实是比较巨大的 那因此呢 其实从整体的一个股市方面 或从上市公司的盈利方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很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形是 未来很多的一些半导体厂商 他们国内的一个份额 不断进行一个加大之后 会使得他们的业绩会有所上升 可能反而是比较有利于 我们国内的一些半导体厂商 未来他们的一些股价的上涨 好 这些话题 我们在上海一模式 邀请到了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 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 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 欢迎何老师 你好 首先想请教 为什么美方最终锁定了三大领域 包括半导体 量子计算 人工智能 为什么是这三个领域 同时接下去 它这样一个相关的限制力 会怎样展开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没有细则出台 您认为是会怎样一种方式展开 这样的 就是归根结底 它是抓住数字经济 因为数字经济代表着未来一个国家 在世界上的竞争力的高低 那么数字经济 它是通过人工智能来实现的 人工智能的基础是算力 算力的基础是芯片 这三位是基本架构 所以美国是在这方面要打压 那么现在来看看数字经济 中国跟美国是遥遥领先的第一梯队 美国当然比中国还领先的很多了 大概从规模来讲 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大概是14万亿美元 中国大概是6万亿美元 但是很多具体技术上 中国走得很快 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今天3月份有个报告 就是数字经济方面 44项先进技术里边 中国已经有37项领先了 美国才7项 但这个我们还需要再考证再研究 但至少说明一点美国感到的威胁 所以他千万百计要把中国扼杀住 不能对美国构成威胁 所以他编的一个理由就是国家安全 这个纯粹是可弹 为什么 说居民两用 现在的人工智能都是居民两用的 你不要说现在的人工智能 就是传统产品也居民两用 你说服装 还可以做军服 也可以做老百姓的服 也居民两用 你这个东西 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 所以他这个理由是非常荒谬 坚决犯 对 我们再从几个时间的这样一个概念上来看 本来说这个限制令是今年4月份推出 那么延到了现在 可能是因为服务院之间 政企之间的意见不统一 还有它的生效是在2024年 它是个大选年 同时我们看到 财政部今天有一个细则 美国财政部 它说接下去会有比较长时间 多轮的一个公众咨询期 它要征求意见 包括人工智能领域到底是多小的规模 多大的领域当中去做一些限制 所以这种种时间说明了怎样的一种安排 这看出来一点就是美国出台的政策 包括它对华政策 都是一些复杂因素的混合物 最后是把这些东西参在一起 搞在一起 首先国会的因素 国会是反华的 总体来说 这个他要回应 第二个 从拜登政府行政方面来说 他也是反 他也是要打压中国的 这点不便 这是两个 但是倒过来还有两个 一个企业坚决反对 因为这要影响他们的这个前途 第二个中国坚决反对 所以这两个又抑制了他们 所以最后搞成了一个调色版 就是不能不对 第一个宣布了 就是拜登说我已经宣布了 第二个不实行 明年再实行 第三个实行起来的细则 由财政部去慢慢做 而且还有一点 对中国投资的限制 就是只有那些人工智能方面 就是超过了50% 占他营业额的 这样的公司才适用 那么这里就有很大的回向余地 所以你再看看财政部 将要搞的这些细节 还要争取一些 可以说这个繁琐哲学是非常繁琐 但是有一点不便 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他各种各种签证因素 就认为他会改变 不会改变的 因为他这个大政方针 抑制中国 打压中国 这个是既定的 好 谢谢何老师 我们稍后继续 那么受到这些限制令 最直接影响的 其实是美国企业 截至目前有超过7万家 美企在华投资新业 近90% 在华业务是实现盈利的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9号表示 美国的单边政策 将是美国公司在竞争中 处于不利地位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专家则警告称 投资者可能为了摆脱 美国政府设置的 对华投资限制 而逃离美国 而这将危及 美国金融中心的地位 同一天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也发布声明 希望最终规则允许 美国芯片公司 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 并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 全球主要市场 那么关于美国国内 对这一道 对华投资限制令的反响 我们马上要连线 驻美国华盛顿的 东方卫视记者王涛峰 涛峰你好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国内舆论 以及业界对于制造限制令 他们怎么看 好的 那么拜登这一行政命令 他是在全球科技竞争 日益升级的 这样一个背景下来发布的 那么目前还不太清楚 金融市场是否 会因为这个措施的出台 给本来就非常脆弱的 这种金融环境 带来怎样的 更大的持续的一种打击 不过美国的一些经济专家 就说拜登政府的行为 是在阻碍全球经济和贸易的交流与合作 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在设置障碍 另外在康奈尔大学 一位国际贸易专家就认为 白宫的信息非常的明确 华盛顿就是希望利用 国家安全为借口 其目的就是要 试图限制与技术相关的 对华投资 而另外在 比德登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专家 就表示说 这项行政命令正式开启了 美国限制对中国的投资的第一步 将这个势必促使 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产生寒蝉效应 另外从美中贸易当中 获取非常大的利益的 这个美国企业界 目前对拜登政府的行政命令 持观望态度 特别是在拜登推出的这一政策当中 诸多的这个不清楚 这个不清楚这个界限啊 美国商界就为此担心说 美国的单边政策 不利于美国公司 与国际竞争对手之间的 这种良性竞争 另外呢 美国的一些媒体呢 他们就认为 此举可能会动摇和破坏 美国正在为中国 这个为与中国重启这个双边 并不太稳定的当前的外交关系 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 主持人 谢谢陶峰 从你的讲述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一限制令 目前受到打击最重的 就是投资者的信心 那么虽然所谓中国威胁 在华盛顿本来也是司空见惯的 而美国这道最新的限制令 是中美关系再度受到严峻的考验 纽约时报就认为 新限制令 是美国升级中美经济冲突的 最新举措 将加剧两国之间的对抗 英国卫报和日经亚洲也都认为 此举仍可能会加剧 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此前美国的盟友 也曾对此表示抵制 认为严格的限制措施 可能会损害其经济 目前包括英国在内的部分欧洲国家 正在进行谨慎的评估 欧盟高官今天是表示 欧盟委员会将分析 美国的对华投资限制令 并与美国政府保持联系 我们要继续和何老师对话 那么上个月美国财政部长 叶伦是刚刚访华 而且您也在我们的节目中 也是在这个现场 您当时对叶伦非常务实的态度 表达了高度的赞赏 所以您认为 一方面美国高官是接连的访华 要求缓解紧张关系 一方面这样一道限制令出来了 您认为对两国关系究竟有哪些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 从布林肯到叶伦 克里 然后即将雷蒙多亚访华 这是一个脉络 表明他希望跟中国有个稳定的关系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另一个脉络就是 他不断地出台新的打压的政策 包括这一次非常热力 也非常有力道的 这么一个投资线的政策 那么这就说明了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重性 打压的一面 和企图寻求合作的一面 这两面将长期存在 所以这次雷蒙多要来 也不外乎这个 一个他会重申美国的这些投资限制政策 会讲它是多么多么必要的 而且他会用花言巧语说 这个很小范围 大概只占5% 其他95%不受影响 我们还是合作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不要被他的语言所迷惑 这是他的两手 打压的一手和拉的一手 我们也是以两手对两手 一个对他的打压 坚决反对毫不客气 第二个合作的 可能合作的 我们积极争取合作 但是是在平等互利的技术上合作 所以以两手对两手 两手都要硬 这个不能含糊 不能含糊 谢谢何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平心而略客观来说 在今天的美国政治风向中 拜登签署投资限制令 是所必然 不过实施日子的不确定 包括拜登连任的不确定 都让这份限制令 目前看起来像是一个虚招 然而这对于几个月来 拜登政府所谓的 试图缓解两国紧张关系的努力 显然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决定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 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 人脸识别验证类的犯罪伴随而生 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经组织专项会战 破获AI换脸案件79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515名 犯罪分子用于实施 AI换脸的物料 主要为照片 尤其是身份证照片 同时结合人员 姓名身份证号 来突破人脸识别验证系统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场景 广泛确实带来了很多的辩定 但是擅自使用这一技术 恶意获取存储和处理个人信息 也给公众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最近一款爆火的AI写真软件 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用户上传21张个人照片 再支付9.9元 就可以制作所谓数字分身 生成不同风格的高清写真 不过在获得这些换脸照片的同时 不少消费者也担心 自己的隐私会被泄露 我会担心想象权的问题 因为就是一旦在线 可能说这个东西的 我的想象权就不是我自己的 说了算的事情 有没有保证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 正是这款AI写真软件 最大的争议点 尽管软件运营方 于7月20号更新了用户协议 表示用户上传的照片 不会用于识别和其他用途 但业内人士表示 在AI领域进入完善的产业形态之前 用户应当谨慎使用 事实上 近年来利用AI换脸冒充熟人诈骗 或者是制作发布假新闻 赚取流量的事件并不少见 今年5月 山东济南的冯某添加了一位 自称是其表哥的好友 视频电话中 其长相和声音与其表哥十分相近 在博取信任之后 对方声称急需用钱 要求冯某转账65万元 而当钱款到账 对方迅速删除了冯某 冯某这才发现上当受骗 有关AI的话题 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 月雪飞 月律师 同时呢我们还要连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的教授 左小栋 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给到月律师 月律师我们用关键词 AI换脸查阅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之后发现 其实已经有此类案件了 那么最终呢法院判决的赔偿金是在1000块钱到8000块钱不等 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 您如何看待这种判罚的力度 另外我们公民遇到了这类侵害的时候 又该怎么去做呢 首先AI换脸呢 它一般来说呢 是主要是侵犯我们的这个肖像权 那么侵犯肖像权呢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呢 判决的这个金额呀 它主要是侵犯肖像权之后 给当事人造成的一些损失 我们知道侵犯肖像权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要求它停止侵害 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 那么这个损失的金额 赔偿损失的金额到底是怎么确定呢 一般来说法院会根据 它的侵犯的这个过错的一个程度 影响范围 以及当事人的这个影响的这个 影响力的大小等这些因素 以及它的维权成本 包括它取证侵犯的这些花费 它比如说聘请律师的一些费用等等 它综合在一起之后来确定一个比较 合理的一个赔偿的一个金额 那我们如果说我们自然人碰到这种 被别人说AI换脸 侵犯自己肖像权 甚至有的时候被人恶搞 再发布在网上 比如说把你嫁接到一些 这种不太好的视频上 或者是一些动物的身体上 什么类似这样的吧 对你进行一个丑化等等 那么它可能不但是侵犯了肖像权 有的时候它可能还侵犯了我们的名誉权 然后如果是严重的话 它可能还会构成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的 触犯了行政处罚 那么更严重的如果构成侮辱诽谤罪 它就可能是一个刑事处罚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能要根据一个具体的情形 来决定用哪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的谢谢岳律师 我们看来大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从这个侵犯肖像权 还有民意权的角度可以进行来维权 那么接下来问题要给到左教授 那么眼下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是非常的广泛 但是现在有观点提出 非必要是不要去人脸识别的 那么对于人脸识别这个问题 您怎么看如何界定是否有这种需要呢 是的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 人脸识别它的应用模式非常多 在不同的应用模式下要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要搞清楚目的是什么 然后呢和相应的模式之下 法律的要求要相对应 我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去银行去办手续 要对我们进行人脸识别 那么那个人脸识别是要验证 我们的人脸和身份证上的人是同一个人 这个在技术上叫1比1 那么另外一种场景下呢 我们进小区 那它验证了我是不是小区的人 那么这个技术手段实现呢 是要验证我这张脸 是我这小区几千个几万个用户脸中的 其中之一 它叫1比N 那么返回的呢 它只能是一个是或者否 而不能返回我的真实的姓名 我家住几门几号 我们家现在几个人在家几个人出去了 这些都不能显示的 所以说在不同的模式下 那么它的应用的条件 它的数据保护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必须要搞清楚具体的应用模式 和具体的所要遵从的法律应用 好 谢谢左教授 我看来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啊 使用这个 我们的识别技术呢 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如何防止我们的人脸识别被滥用 那么近期呢 多项监管措施已经相继出台了 画出了人工智能的红线和底线 8月8日 国家网信办起草的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 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稿指出 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 应当取得个人同意 宾馆 银行 机场等场所 不得以办理业务 提升服务质量为由 强制采集人脸信息 物业也不得将人脸识别 作为出入唯一验证方式 意见稿明确 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 AI技术 或者存储超过1万人 人脸信息的技术使用者 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 向所属地市级以上 网信部门备案 此前 国家网信办联合多部门发布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 从本月15日开始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将实行包容审慎 和分类分级监管 办法明确指出 不得生成违法内容 不得阶害他人肖像权 隐私权等 将采取有效措施 提高训练数据质量 增强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面对AI层出不穷的质疑和担忧 国际社会也在行动 7月下旬 白宫与亚马逊谷歌等 7家大型的科技公司达成了协议 要求后者采取一系列的 自我监管措施 包括联合开发一套水印系统 帮助用户分辨文本图像 视频等内容 是否由人工智能生成 重点保护用户的隐私等等 与此同时 美国众议院还提交相关的法案 以建立国家AI委员会 来监管人工智能 可能带来的风险 6月中旬 欧洲议会也通过了法案 明确公共场合 不能实施人脸扫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近日也呼吁 建立一个国际机构 来监督AI新技术 好我们继续请出两位参与我们的讨论 叶律师您看啊 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人脸识别技术 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您包括像左教授刚刚提到了 我们进入小区 包括去一些银行 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 我们都默认了 其实可以使用人脸识别 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我们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 和场合下 能够选择保护自己的隐私呢 就是这个人脸识别 确实在比如说涉及到国家安全 公共利益 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 我们是必须把这个权力让渡出去的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 像我们普通的自然人 可能我们在很多情况下 进行一个消费 就比如说我们到银行 我们到这个 我们自己住宅小区 其实很多时候啊 我们是不必使用我们的人脸识别 就是来处理这种个人信息的 因为实际上在21年的时候 最高人民法院就已经出台了一个 有关于人脸识别处理个人信息 相关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 一个审理的一个司法解释 那么里面说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清楚的 就是说如果说他需要用人脸识别 来对你个人信息进行一个判定的话 他必须是履行一个事前要告知你 而且要取得你单独的同意 而不能是说用一揽子说 我把你的个人信息 相关的生物信息 来同意我来使用 来对你进行识别 他必须要单独的明确的告知 而且经过你的同意才可以 否则的话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完全可以拒绝 那么如果我们碰到我们在消费的场合 他要求我们使用人脸识别 来进行个人信息的这个让渡 让他来使用的话 我们其实是可以给市场监督管理局 去打投诉的一个电话的 因为像这种对于消费者 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 他来要求消费者让渡自己的 这个人脸识别 这相关的权利的话 那么他实际上已经是构成 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侵害 他可能涉及到他要被一个行政处罚 好的 谢谢月律师 那么左教授 刚刚我们通过短片也了解到 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出台了 人工智能的一个监管措施 那么从目前的情形来看 您觉得现在的实际效果怎么样 除了立法层面 要给人工智能绑紧技术这个安全带 您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是的 从全球范围来看 当前都处在一个 人工智能立法的一个高潮的阶段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 有哪个国家把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 把它的问题都搞清楚了 也没有看到了哪个国家 系统性的全面提出了 人工智能规范的解决方案 从起而言 大家都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 而在这个探索过程中 我们关键把握着一点 就是问题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 可是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因为很多问题是先进的力量 和旧有的力量 在冲突过程之中产生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旧有的力量可能就要被历史淘汰的 那么随着它被历史淘汰 新的东西出现了 那么自然被淘汰的事物 它所带来的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了 那么但是如果我们想保留这个旧有的事物 在这个情况下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显然就很苦难了 所以当务之际是我们要用发展的影光 要有足够的前瞻性 要判断问题的实际的属性 要采取一个包容审政的态度 来处理好这个问题 好的 谢谢 谢谢两位的解读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 稍后您将看到 指责波兰计划建立常态化 波乌同谋 俄罗斯已向西部边境增兵 卢布林三角联盟右刷存在感 重申加强乌克兰防御能力 面对波乌新动向 俄方会如何摆击 进入全球眼 继续要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召开部会议 审议建立列宁格勒军区和莫斯科军区 以及加强俄罗斯武装力量 在西部边境的兵力问题 俄国防部长邵伊古当天表示 波兰正计划建立一个常态化的波乌同盟 意图占领乌克兰西部地区 稍一谷表示 这个潜在的波兰乌克兰常驻联合兵团 看起来是为了保障乌克兰西部安全 但实际上是为了随后占领这片领土 他还表示 自去年2月以来 北约区域外国家的部队人数增加了1.5倍 已超过3万人 而随着芬兰加入北约 俄西部和西北部方向的军事安全威胁 也成倍增加 稍早前普京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当地时间7月21号 他在俄联邦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称 波兰希望在北约保护伞下组建某种联盟 直接干预乌克兰冲突 并撕下一块肥肉 不过乌克兰方面则否认了 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组建联合军队的传闻 尽管乌克兰是予以否认 但是普京和邵义古的警告 显然并非空穴来风 上个月底 由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组成的 卢布林三角联盟宣告成立三周年 乌克兰外长当天说 卢布林三角已经从一项部长级倡议 转变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形式和联盟 今年1月 三国领导人还在第二次峰会后 签署联合声明 确认三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战略关系 重申准备进一步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 卢布林是波兰的一座城市 而同名的联盟历史上也真实存在过 1569年 波兰立陶宛联邦组成卢布林联合 成为当时欧洲最大国家之一 相关话题 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 特约评论员王强 同时在线的 还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健 首先请问王强 波兰之前我们看到 它大肆购买武器 韩国的美国的 究竟它是要自强防卫 还是有别的目的 结合我们四二一谷所说的 波兰计划要占领乌克兰领土 您认为这种情境 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呢 我想如果波兰的民族主义情节 特别是极端宗教思想 占据波兰总体的意识形态之后 这种情况不能排除 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 波兰此轮的对军队加强建设 实际上已经持续十多年了 从2009年开始 波兰军队就已经逐步朝向 打造欧洲最强大军事力量的 这个目标在迈进 它首先是废除了这样的 一个义务兵的体制 全面转入一个志愿兵役体系 同时也是欧洲国家 特别是北约欧洲成员国当中 第一个突破防务费GDP2% 并且进到2.4% 这样一个横辞的一个国家 它的军队的数量 目前在整个欧洲是数一数二的 比如坦克数量是863辆 这个数量是德国坦克数量的4.7倍 可以说在整个军事力量体系当中 在北约都是一只非常显赫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去出发 我们很难说波兰有什么 一种军事企图去向外扩张 因为我们看牢的更多的内生性的因素 特别是我们注意到 从2019年开始 波兰现在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 在上一轮的选举过程当中 以仅仅0.8%的席位 占据了微弱的优势 确保杜达总统 拿到了总统的这样一个位置 但是我们也知道 他上次是丢掉了参议院的席位 在这种情况下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 到10月中旬的时候 波兰将面临一次新的大选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波兰用自己比较强硬的这种立场 无论是在推进国家安全的话题 还是在军队建设方面 朝向一个更加雄心壮志的目标 去迈进 恐怕是自己的执政团队 是迎合波兰民众心理的一种举措 主持人 好 未来一个半月 波兰会如何继续强硬 我们继续观察 那么在支持乌克兰这个问题上面 我要请教崔老师 其实我们看到波兰立陶宛 确实嗓门最大 那么在纯王齿寒这个角度 他们感受好像也是最深的 所以您如何来评价 刚才我们短片中提到的 卢布林三角同盟的这个性质 如果他们波兰 立陶宛 乌克兰真的要搞军事同盟 那它是超然于北约的一种存在 还是要受到北约的种种限制呢 的确我们看到近些年来 在欧洲地区 包括像卢布林三角同盟 这样的一些小多边的 这样一些国家的合作形式 应该说发展的比较快 当然卢布林三角同盟 应该说从三年前 它想要复活历史上的存在 然后想要在新的背景下发挥一些作用 它主要还是来自于各方的一些利益诉求 比如说波兰方面 它是希望通过能激活和立陶宛 和乌克兰的合作 来进一步提升 它的这个地区的所谓大国地位 那作为立陶宛来说 它是想要作为波罗的海三国的代表 加强和中东国家 尤其是在历史上有顺后联系的 波兰的合作 也来提升它的这个影响力 那至于乌克兰呢 毫无疑问 是在克里米亚危机的背景下 想要更多的借助 历史上和地缘上 和波兰和立陶宛两国的联系 来把它的一些这个政治和安全诉求 通过这种三角联合的形式 来进一步表达 当然我想现在 卢布林三角同盟应该说 现在主要还是一个政治和外交上的形式 短期内呢 尤其是在卢物冲突背景下 应该说三国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这个空间呢 还是相对有限 尽管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 俄罗斯方面呢 一再强调 这个包括波兰和乌克兰的合作 包括卢布林三角同盟啊 都可能会成为未来 北约在这个地区的军事维度的体现 但是我想短期内呢 因为作为北约来说 它如果真要借用卢布林三角同盟 做更多的事情的话 它仍然需要在它的内部 造于一些平衡因素 所以目前来看呢 卢布林三角同盟在军事 或者说安全领域呢 更多还是处于一种造势的状态 好的主持人 甚至您刚才所说的 乌克兰有它的政治安全诉求 北约也有在地区扩大影响力的诉求 所以我们看到 7月份北约峰会当时是宣布 所谓的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 达成一致 那么但是呢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就说 接下去就是乌克兰和各个国家 去讨论双边的安全协议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所谓的三角同盟 或者说乌克兰和立陶宛波兰 分别去达成一些协议 是否会成为乌克兰隐性 加入北约的某种路径呢 的确是这样 我们看到现在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上 一方面乌克兰要解决 和北约作为一个整体 根据北约的程序 来加入北约的这样一个进程的问题 同时呢 它要通过实实在在的一些所谓外交活动 尤其是在双边层面 来进一步撬动 北约内部对它形成一个多数的支持 尤其是在这个方面呢 我想乌克兰方面会非常看重 像努布林三角同盟 以及它和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之间的双边关系 来推动 从这个双边到小多边 然后再到针对北约整体的一个 主流的一个推动 我想这个进程呢 对乌克兰来说呢 是一个符合的 而且同时需要推进的进程 所以接下来 努布林三角同盟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态度啊 很大程度上呢 会在北约内部 在关于乌克兰加入问题上呢 发挥一定的作用 好的主持人 好的 谢谢两个 我们稍后继续啊 是呢 你看我们在讨论这些啊 那么多同盟各种安排的这种背景 其实是乌克兰宣布反攻之后 它的前程 它的进程是受阻的 这个俄乌双方在前线 一直在对峙啊 这可能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 嗯 你刚才说到了乌克兰宣布反攻 那么就在泽连斯基承认乌克兰反攻行动 陷入了一种困境之后 昨天呢 他也是召开了最高统帅部的一个会议 那么这次会议的唯一的议题 就是乌克兰的进攻行动 泽连斯基在当天夜间发布的视频讲话中表示 他当天召开了乌克兰最高统帅部会议 研究了眼下的前线形势 主要的进攻方向和近期的行动计划 总结了乌军的优势不足 他还透露 德国和英国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 他认为这将帮助乌克兰建立全面的防空屏障 同一天 德国宣布将向乌克兰再提供两套爱国者发射装置 9号稍早前 泽连斯基称 俄军袭击了扎波罗热民用设施和居民住宅楼 造成了人员伤亡 他表示乌克兰正在逐步加强空军作战能力 F-16战斗机毫无疑问的将在乌克兰的天空上飞行 此前一天 也就是8号 泽连斯基承认 乌克兰反攻行动陷入困境 进度可能慢于预期 同一天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发言人彼得斯塔诺表示 欧盟不能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 因为这不属于欧盟的职权范围 好我们继续请出两位 我们首先把问题给到崔宏健 蔡老师您看刚才欧盟发言人有这样的一番表态 他说这个欧盟不能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因为不属于欧盟的这个职责范围 显然这个表态是泽连斯基不愿意听到的 那么为什么欧盟会在泽连斯基承认 乌反攻陷入困境的时候 选择公开这样的一种表述呢 我想欧盟这个表态应该后面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 在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给乌克兰提供 所谓安全保障的问题上 欧盟内部很难达成共识 因为我们知道欧盟内部 现在仍然有些国家并不愿意 过多的卷入到欧乌重复平安去 第二个方面呢 我想乌克兰危机爆发到 欧盟也意识到他的能力 在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方面呢 是比较缺乏的 尤其是要涉及到欧盟要处理好 和北约的关系 至少在目前呢 应该说欧盟还是承认了 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主导地位 所以在未来的安心保障问题上 我觉得欧盟呢 实际上是有一些自保的想法 想更多的把这个麻烦呢 给到北约 而不是自己呢 来承受所谓的代价和成本 好的主持人 好 谢谢 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 我们想请王强 给我们简短的回答一下 您预计在未来几天 乌克兰的反攻计划 会如何转向 侧重点他会放在哪里 我想呢 是首先在长达1100公里的战线上 迅速摸清楚 俄军防御的不弱点 毕竟在上一轮的反攻当中 他用三个方向进行试探 但是呢 军遭到了失败 最大的前进突进方向 只有16公里 因此呢 在扎波罗日的13个旅 全部遭到了一个重大的损失 接下来 如果不能在短期内 找到这样的突破点 很难取得战役性的效果 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到留给乌克兰军的时间 也不是很多了 进入秋季以后 这里将是绵绵的雨季 而且对道路翻江以后 不利于部队的激化行动 而转过年以后 到明年的春季 将是美国的大选周期 接下来的战役行动呢 恐怕更加难以为继 主持人 好的 谢谢王强 俄瓜多尔总统候选人 菲尔南多比利亚维森孝 昨天下午在首都基多北部 遭枪杀 俄瓜多尔总统拉索 证实了这一消息 并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对刺杀事件感到愤怒和震惊 他已经要求展开调查 据当地媒体报道 比利亚维森孝事发时 刚刚结束了一场选举集会 他在走出集会场所时 遭到了数次射击 头部中枪身亡 现年59岁的比利亚维森孝 民调是一名独立候选人 他提出的竞选口号是 打击腐败和犯罪团伙 民调支持率 在八名候选人里排名居中 俄瓜多尔将于本月的20号 举行大选 好 以上就是今天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